嗯我全身都好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檸檬 相信大家上個禮拜都已經做完新的開拓序文 看到軟眉的那一刻我指甲 這一眼不合直接摸上來啊 仔細看女主這邊還稍微的仰頭了一下 感覺好像挺舒服的 我也好像被那樣狠狠的觸診啊 當軟眉觸診完之後 主角竟然還想要摸回去 想法竟然跟我這麼同步 雖然很多人可能因為她能耐個性而不太喜歡她 也有人覺得她因為不喜怒我們就為我們吃藥 感覺她與我們的距離感相當的遠 但是這才是人與人之間第一次見面的正常表現 第一次見面就這麼信任他人的話總是會吃虧的 雖然她一見面就為我們吃藥真的有點太極端 但你現在回想一下 是軟眉親手做給你的欸 是不是突然覺得很美味呢 雖然軟眉與他人之間的距離感真的有點遠 但這不也是她的角色沒力呢 也有人覺得軟眉對自己的研究跟造物太過能寫 但其實軟眉還是很關心他們的 還會傳訊息問我們他們的近況 看是能寫無情但還有一絲絲的關愛 這樣不也挺好的嗎 當然如果你要問我我最喜歡軟眉的哪個地方 那就是她對DNA的研究非常的透徹 你看她在把玩DNA投影的方式 我也好想被軟眉那樣狠狠的把玩啊 光想想就已經快受不了了 而她身上的服飾也是讓我十分的好奇 那個隱隱約透露出來的肚臍眼 用黑絲來營造出一種迷茫感 果然是躲過眼獸靈的高手 而讓我追目不轉睛的還是她身上的頂級靠枕 那胸前帶著一點點的紅韻 像是在她能寫的軀體點綴了一點溫暖的人性 不看那裡挑戰我從來就沒有成功過 而她的普攻動作也是讓我非常心動 她彈奏著手中的軟弦讓我感受到一種古典的美 她彈奏時露出的淡淡微笑讓我心動不已 她開密技後那個舉手更是讓我想湊上去 讓我想狠狠的教她演奏樂器 不知不覺就練習了好幾個小時 還好我有超多的奇巧零食 我受不了啦 完美你做好覺悟吧 我要跟你每天練習練到天亮啊